然后同时王毅还跟阿蒙秘书长见面 今天这个特别陆媒公布了这个画面 这两个大男人的感情真好 王毅一见先脱笑自己的这个大外套 先贴面里之后呢 两个人就大男人手挽着手进会场 有说有笑 介大使怎么看这个外交的场面 怎么看在34年来不间断 因为中国大陆它这个跟非洲的关系 是放在战略的高度 国家战略高度 所以呢这个 这个他有这个传统不容易 他也不愿意打破 那始终跟这个 毛泽东讲的这个 第三届 始终跟这些黑朋友跟小朋友站在一起 那事实上在从外交角度上 这个尤其在多边外交的这个场域 联合国 那么在所有的重大表决过程中 中国大陆也始终 从跟他这个非洲国家的 这个战略的关系 获得了很多实质的利益 那将来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有重大的这些问题 出现在联合国的讨论的舞台上面的话 那不管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 或者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当然中国大陆有反这个否决权了 它可以轻易否决任何对它的核心利益 违反大陆核心 可是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同样也可能面临到重大有关中国的决策的时候 那这些非洲国家就非常非常有影响力 非洲一共有54个国家 在这个整个世界上 尤其在多边政治上 它虽然个别的力量 非洲国家小 可是加起来力量很大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从战略的考虑 一直把非洲国家放在很高的一个地位 34年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蛮让人惊讶 34年来我们看到风云变化 世界上的这个局势也变化很大 但中国大陆在这个事情上坚持了34年 对而且事实上中国大陆对非洲国家的实质投入 那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冷战 上个世纪冷战的时候 那时候美苏 美就是说美苏联 事实上非洲 事实上投入大量的资源 基本上也是把非洲当作一个战略争取的对象 可是冷战一结束的时候 当时美苏两个国家 基本上因为没有战略利益 通通撤出了非洲 那个时候非洲去填补非洲 尤其在它的经济贸易发展上需求的 最多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那个时候也可能就是中国大陆 更加强非洲的这个战略地位 这个经营 那我以前去过一些非洲国家 那也知道一些非洲国家 你知道在这个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 中国大陆有一个惊天之举 就在坦尚尼亚 有一个这个铁路 那个时候投资是3亿美元 大概在60年代 那个是天文数字 所以这个坦尚尼亚那条铁路 就让非洲国家 让全世界觉得受到震惊 那事实上它在整个非洲国家里面 现在有几个橱窗 比如说安哥拉 还有这个 我们这个ECOP 还有肯尼亚 最近都有很多大规模的这些基建项目 那对于南非这些国家 过去事实上它在争取独立的时候 也就是争取从这个白人这个少数政权 独立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直接有军事顾问派在那里 所以就是说它对非洲的 大陆对非洲的经营不是只说的 不是只把它战略上放到嘴巴上桌 实际投入非常非常多 而且外长亲自到 外长亲自到 而且它这个非洲国家非常大的 而且非洲这些国家 因为我以前去过很有趣 你比如说这两个是邻国 对不对 今天这个甘比亚跟这个 可能跟他的这个旁边的这个 比如说下海岸是邻国 可是这两个国家飞机不通的 他没有开这个扳机 你要怎么飞呢 你要飞到巴黎 从巴黎再飞过来 所以这边在非洲 这个要旅行是非常大的 不过我想 我想以网易去非洲访问 他一定是做的包专机 包机他才能够 你看一下埃及突尼亚 然后多哥 多哥事实上是在 下海是在西非 那个非洲是很大的 你到西非这个地方 它都是法语的世界 你到这个埃及突尼亚 它又是 埃及可能也是法语 突尼亚也是讲法语 它过去也是法国殖民地 可是到英国殖民地 又讲英语的 又讲德语的 所以是非常复杂的 你要把非洲国家 拢在一块 那个要花非常大的功夫 虽然它有这个非洲国家联盟 还有这些阿拉伯国家联盟 可是这些国家联盟 事实上你是依靠他们也是够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对照组就是美国 大家想想看这个布林肯 什么时候到这个非洲来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看到大陆 很多这个小的一些国家 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 到大陆习近平给予国事访问 所以大陆其实在对待这些小国上面 特别用心 当然正因为国家小实力弱 可能也很贫穷 所以对于这种大国 给这些标志性的一些待遇 包括你外长亲自来 包括我去你给我国事访问 21小礼套 我想这个情谊就会结得很深 好 另一头我让这个亮哥来讲一下 亮哥这个有冲突的地方 一个是菲律宾的参谋长 又说菲律宾要干嘛呢 武装部队希望开发占领的岛链 岛礁大概有9个岛礁 让它更适合军队居住 还会要买更多船 更多飞机 更多雷达 就点名包括仁爱礁 中叶岛九个岛 那当然这个大陆也有讲话 彭博社就说 飞国宣布的上述计划 就是要在南海发展前哨基地 翻成白花纹 还有这个鸿海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燕门叛军 打中了一艘美国的商船 虽然没有人命损失 但是船的确打中 还有起火 然后叶门叛军说要扩大锁定 英国美国的船只 所以你看到这个影响很大 当然第一个是这个运驾 运驾这个飙升 飙升了百分之六百 然后呢 这个很多国家都在转移 这个航运的成本 还有影响的包括一些名车 Volva 这个特斯斯拉等等 他们的很多生产线都必须要暂停 因为送不出去嘛 你看到整个鸿海航道 它占全球货贵量的百分之三十 总运量大概百分之十二 所以怎么看这两个冲突地区 梁哥 我觉得第一个是趁机要预算 因为菲律宾对所占领的岛屿 只有中叶岛有建设 那第二个叫做 体面的不谈仁爱礁跟黄元岛 还聪明 转移焦点 可是呢 还是专注在南海 所以呢就可以维持面子 说我没有让步哦 那可是未来仁爱佳跟黄元岛大概就算了 反正道路也没有要干嘛 对不对 你在那边瞎闹闹动静是要干嘛 所以自我解套了 就是解套到我们就去既有的南海 已经占领的岛礁来做建设吧 那顺便还可以有一点钱 那叶门这个红海的问题我认为没有解啦 因为美国只要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 你就没有办法让胡塞武装退出海岸线 那因为他的成本很低嘛 他只要用火箭弹用无人机用小艇就可以骚扰你 然后货轮呢 他当然不要被你炸到啊 因为有很多是在原油在天然气 那被你炸到还得了 所以你看那个王毅去埃及啊 因为埃及是最大的苦主嘛 事实上埃及也趁机跟王毅也达成一个共识啊 就说 事实上中国的立场也是认为不要去随便炸 民间的货轮啊 这个一定是埃及 拜托中国说出来 那王毅也说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 因为埃及毕竟也是顺尼派的老大啦 所以可能会透过管道去协调啦 就说 是不是到欧洲的不要炸啦 只炸到以色列 因为到欧洲的就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啊 埃及已经少了很多收入了 现在只要上面标注 All Chinese 船员 听说他会故意请那个中国船员啊 所以加薪啊 就变成是在船上说 我是中国船员啊 所以你炸会伤害到中国船员啊 用这种方式啊 那我认为 夜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做一点让步 我想问一下亮哥 现在大家焦点都集中在这个 夜门胡塞武装 鸿海好像好像忘为加薩 对不对 是不是 可是我跟你讲 胡塞武装为什么会得到 那么大的援助啦 就是因为以色列对加薩完全不手软嘛 你那个非人道的处理 已经有很多被报道了 大家都看到了啦 比如说洗澡啊 上厕所都要排队 拿粮食拿水都要排队 很多都要等很久啊 那所以胡塞武装这个叫做 我用小成本投入 我可以得到很多军援啊 还有经济上的援助 等于是我旁边那些阿拉伯兄弟 有钱的阿拉伯兄弟 他们不敢做的事我来做 就有点这个味道啦 所以事实上他的正当性是很高的 所以中国大陆也不会只讲夜门 他也会讲这个加薩 他一定要两个一起讲 就好比他也不会只去讲哈马斯 也要讲以色列 有点这个味道 那美国呢就是 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 就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因为他认为如果出动地面部队 那这个战争就被扩大 那他也不知道部队进去之后 可不可以随时撤出 那撤出搞不好胡帅武装又来了 因为他是有点游击性质的嘛 所以就变得有点难解了 而且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他的地形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还会乱好一阵子 除了除非加沙真的给一个解决 那这个就是美国又卡到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小祖宗嘛 所以还是卡在这里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